健康出状况!陈文献公开寻找接班人 陈文献公开寻找接班人!图中天提供!2018年3月15日 资深媒体人陈文献主持中天新闻文献的世界周报 他日前在节目官方脸书公告 内容提及主持人健康状况愈来愈糟 公开征求适合的接班人选 并附上柴犬做主播台的照片 表示已看中一名储备人才 让粉丝们相当忧心他的健康 陈文献爱狗出名,养狗超过20年 2018年初陪伴他17年的爱犬男蝉四突然病危 他几乎每天往返动物医院 索性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 毛小孩健康状况逐渐好转 他在脸书开心写下 男蝉四语路衰老 是未证实的谣言 并带助毛小孩享受春日暖阳 没想到之后他又在官方脸书写下 主持人健康状况愈来愈糟等字眼 对此制作单位表示 节目粉丝专页通常刊登重大讯息或要文分析 太过严肯 他只是想穿插一篇自我解潮的柴犬播报台 让大家轻松一下 陈文倩爱狗成吃 图中篇提供 2018年3月15日 不过 陈文倩一个多月来为爱犬每天提心吊胆 身体健康确实出现状况 制作单位表示 陈文倩因为照顾爱犬 加上工作繁忙 天气变华大 身体的却出现一些状况 免疫系统疾病一再复发 而录制文倩的世界周报一作就是四个小时 还必须针对内容和团队反复讨论与修正 精神和身体上都极为耗力 陈文倩长期关心台湾流浪动物问题 家中安全权势领养而来 世毛小孩如至亲 2017年两只爱犬小甜点 成吉寻汉相继一世 让他伤心不已 另一只患有绒血症的爱犬男蝉刺 1月中旬突然呕吐送医急救 他在微博透露 当晚自己保住男蝉刺急奔医院 验血结果发现他血绒比指数只有正常值的一半 立刻打电话给过去曾协助配血给家中爱犬的专业人员 对方询问男蝉刺上司配血的时间 他不假思索说出日期 让对方惊讶往分 他透露 这不是记忆力 就像母爱 每个母亲都会记得自己孩子若不幸重病 那个家病的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